就这样 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 两个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 几乎同时起步 学习西方 又同时互为敌手的 加速了建设近代化海军的步伐 然而战略思想完全不同 日本的战略取向是攻势 为获取治海权而竭尽权力 而中国的战略取向是首饰 一切立足于防御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 实力一度领先于日本 一些欧洲海上强国 根据西方实力决定权力的传统观念 判断东亚的治海权 此时在中国手中 事实上 此时中国并不懂得何谓治海权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大陆国家 从来没有想过 发展近代化海军 要用于海外扩张的事 李鸿章有一句著名的话 我之造船本无吃成欲外之意 不过守江土饱和菊而已 为了守江土饱和菊 清廷一开始便确立了南北洋海口防御的战略 认为直立之大姑 北唐 山海关一带 系京基门户 视为罪要 江苏 吴松 至江阴一带 为长江门户 视为次要 后来大姑口 吕顺口和威海卫三个基地的建设 目的就是巩卫京基最要之地 正是贯彻了这一海口防御的战略思想